在大陸地区在这种蜜座已经有一段时间 这几年来在高农用心境下 地方蜜座的品质是越来越受欢迎 大陸地区的高农李嘉欣 运用不到農业的栽培观念 来观看他的作用 像长不来允计 理财所成长的蜜座 在桌上都有15桌至17桌 我们是做无赌的 这个草生栽培 使这个竹枝都非常的健康 这个果实也非常健康 这是我们的目标 也是我们的期望 李嘉欣原本是财政没过 七年前买过年的时候 他太太竟然买不笔座来过年 立即到买做这项枝构应该政府前途 所以才会开始财政买不笔座 这个策子是因为 我太太在七年前时 买策子买不笔座 所以他感觉说 策子买到 应该是这个过年时 受很多人的喜爱 所以说要来製作 李嘉欣原本有财政没做 和中业没做两种 因为中业没做的感觉更好 所以是他的主力产品 我有製蜜棗和中业 中业有比较大 蜜棗有比较小 但是中业的感觉不错 所以说我有 这边我有分 一分堆製蜜棗 两分半堆是製中业蜜棗 差别是松业蜜棗比较大颗 在平均都是在以四两以上 四两以上 蜜棗的话是要四两就更困难 蜜棗的菜市集是国内十几月底 九亿年的三月车 经过概念的蜜棗 不然好吃 而且还有豐富的营养所 作为品质好的蜜棗 每年都有固定的消费者来议定 高隆基本不用烦恼消费的问题 记者一边为草安博德